你們之前應該有上課講過一些工具 那我不知道 因為我經常講調 所以我叫你們 如果有你們拿到上課筆記給我看 看就實在了 如果不是 我現在就憑空想像來講給你們聽 因為那個範圍那些事情我沒有看 就知道你們的範圍到哪裏 越多工具就越好 最好有兄弟幫柳先生幫忙拿 有沒有人 我們二十幾支床頭 我想他們沒有對方幫我們挖 夠的了 有沒有其他工具 是耕田的工具 拿來順便一次過講完 那些床頭那些 是啊其他那些 是啊 今天沒有你應該是沒有帶齊 沒有帶齊 沒有帶齊很重要 下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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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課啦 下課課啦 有什麼工具講什麼工具 現在你不帶齊 下課了 等一下等一下看我 depement 下課 先現在呢 現在就是這裏 因為之前上課 是種番薯的 種了番薯 那有些竹子有些在這裏 那我不理他了 那我就當這裏是一個新的地方 一個開坊 下一個坊地 平時你租田也是的 你租到快田回來 之前有可能野草又不靜 什麼都不靜 那第一件事 你們最要準備耕田的 準備就是工具 工具來說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坐頭 當然了 你除了坐頭 應該還有些鏟 耕田 耕田還要分很多類的 有草耕泥耕 這樣來說 因為今天 這些東西不齊 那 說我沒意思 就說我們有的東西 首先說這把鏟 這些叫做日治鏟 日治鏟通常就是鬆的泥 你將泥 塗到別的地方 或者我們開鷹泥 混泥 就用平的鏟 這些是日治鏟 另外一隻鏟就是尖的 尖的 尖的鏟 其實才是用來 真的去掘洞一下鏟 去掘東西 才是用尖的鏟 尖的鏟 雖的鏟 集中才會 受力才會 插得進去 裡面 還有 我們買鏟的時候 不要因為自己 哎 辛苦 這樣 選擇輕的 你會不會加火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一鏟下去 鏟摺了 進不了 你會弄 不會的 現在買了新鏟回來 一腳踩下去 鏟摺了 因為它用料太薄 孤寒 這樣來說 我們 應該拿上手 是重手的 輕輕 你買的時候 輕輕壓下去 是硬正的 不會震一下震一下 這樣 那些你才好買 這樣來說 如果這樣 筆泥 應該要用尖的鏟 當然 我們用工具 看看它 會不會鬆 這些鏟 也有分 要挖洞 就要尖鏟 這些 筆泥 混泥 就用平鏟 每次我們 這些東西放下 要是 如果有工具放的 最理想的工具 這樣放 把這個鏟口 向牆 這樣放 這樣放 這樣 如果 現在這裏 什麼都沒有地方放 我們放的時候 是這樣放 那個鏟口 向來 就不要這樣 這樣 人家一行過 兜東西 兜背脊 兩個人走 我從前走 走去 後面那個人 兜東西 扮下去 所以呢 千萬不可以 一定是 玩船房 坐頭 坐頭 現在 因為多人玩 那些 外行人 小孩子 去種田 就會多了 這些 不鏽鋼的 床頭 輕 硬正 不會生鏽 但這些 沒有力 還有我們 這麼短 我們受不了力 這樣 就辛苦 這樣 好淒涼 所以這裏是給小孩子用的 這樣 就 我們放床頭 一定是這樣放 床頭向來 剛才也是 如果這樣放的時候 一踩下去 兜東西 扮到自己的頭上 好了 好了 床頭 我們出去買床頭 第一件事 你要買這裏 有條骨的 不要買些 一條鐵 跟著這裏有一個燒蚊 跟著這裏有一塊東西 那些 你買回來 農養的東西 就斷了 燒蚊那些 完全不行的 一定要是整個鑄出來的 整個鑄出來的 整個鑄出來的 那現在呢 基本上呢 那些牌子呢 紅雞啊 鱷魚啊 那些呢 就比較好些了 買大陸的東西 已經是絕對OK的 床頭來說 床頭 記住 這樣來說呢 床頭呢 有分磅數的 其實呢 越厚 越磅數 越重 你的床頭 就越受力 你不要想著自己 我好好力 啊 可以的啦 我好好力 我買 又便宜又漂亮又輕 我買一把 輕的 啊 舒服啊 你會發覺 哎 我好好好力 一坐下去 你是好好力 不過床頭呢 做了個彈弓 避震 你 坐到廢 都坐不到地 全部的床頭 幫你避震 你的力 坐到廢 坐到廢 浪費時間 啊 通常呢 床頭呢 這兩邊呢 是尖少少的 啊 新的床頭啊 啊 這裡有鳥骨 越重的 就反而越好床 啊 當然太重 你會呢 坐得很快 會很累 啊 這樣 就要平衡了 所以呢 有時候坐頭呢 磅數呢 你自己選擇的 啊 太輕的 受不到力 太重的 辛苦 啊 那麽來說呢 但是 不論你買重好 輕好 一定是要這裏 整條骨圓裝得出的 啊 那這裏呢 旁邊呢 亦都黑著 啊 這個是三磅半 這個是才效 啊 啊 那 那 不知道我得不到 什麼牌子了 那 好了 那這些呢 草頭這個頭呢 有些是方頭 有些是圓頭 那是配回草頭病的 是配草頭病的 那 那 那來講呢 啊 有很多生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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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身上有個包膠 這個呢 只不過呢 有一個 這個是權宜之計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中國太不環保了 之前是說呢 閉上雙眼呢 早年呢 閉上雙眼 混亂的砍法树木 令中國現在沒有好木材 基本上在中國現在買不到一個漂亮的坐頭柄 坐頭柄這條是新的,好像很帥 我們選坐頭柄要看中間會不會有大的裂 有大裂的你不要買 因為你到時坐在裂裡就剪開兩條 有裂的你不要買 這個因為它用得久 但這個因為木質差 這個東西差,所以自己會爆 如果是真是穩食的,不要沽寒 但又好適一件東西,不是每間店舖都可以買 我們正確,如果買一支好的坐頭柄 我們必須買加拿大的 加拿大坐頭柄 是美國出口的 但那些木其實是加拿大的 它有一個招紙的 是加拿大的坐頭柄 那隻木才能夠讓你的坐頭耐用 我們以前一個床柄柄是用幾十年 買了我們基本上就不用換 現在你看到柄柄柄的柄柄柄柄 用那麼久,頭就沒了 左手右手好有很多人 這個很幸運 因為經濟物質,所以買點便宜 因為你都知道,整層樓沒有賣了 很多人 你看看 為何會弄成這樣呢 因為那些木質很軟 沒有人犯 日子有工 他不知道多少工程,多少生意做 所以很快便便完成了 我們買了幾十支 那麽來講 如果你們沒有跟柄Sir 他買幾十支 你買一支半支 那那麽 那床頭柄 那現在應該是用一百千級 一才知道 那些就那些罐 那些罐 然後還可以買幾十年前 這個裡面 價錢是用幾十不過 一塊中國有百年 那 mów阿 就不用 asympt叩 我們除了沒有剩 bons 除此之外,如果買的時候已經有爆口,就更加不要買了 找笨嗎?你之後回去就用來幫人扔東西嗎? 一些專賣農具的店舖,就有加拿大床頭病賣的 這些全部你看到它動 好了,我現在拆它一個,然後玩一下 安床頭病,一定是從尾那裏下 這樣下的 好了,因為它沒有一些漂亮的病 亦有一樣東西,木要刨這個角,這個方 這裏方這個圓,它人工大 所以它們懶,就寧願做一塊膠給你 膠腫一好處就吸不住 那好了,一般來說,這個位置是不太對的 因為每個個這個方口都有一點點堅差的 那我們怎樣呢? 先移椅上來 正常呢,應該是用小鎚子的,不過我沒有 這樣呢 一邊大邊小,這些鎚子的鎚子 一邊大邊小,但以前真的買過一個是圓的 有圓頭,有幫頭 但圓的一邊,那個鎚子一直不斷轉 很難得的,很難得的 一邊圓一邊四個就好 鎚頭呢,鎚頭呢,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平時呢,沒有整實 怎樣去整實它呢? 現在我這樣鎚兩下呢 其實說真的,你鎚兩下呢 脫出來的了 那我們要怎樣呢? 有沒有石頭呢? 大石啊? 那些是鎚頭,一撞就爆了 因為凍了吧? 是啊,我們必須找一塊大石 就是鎚頭那些,真的可以 我不怕冷滾軟的東西 真是龍那邊 我還沒一塊那個車子 那是鎚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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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鎚頭呢 那是鎚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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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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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都没用,我们要优先中间 越中就越厉害 刚才跟我相差好多远?是靠中间的 不论你圆柄好,框柄好,中,中完之后 因为胶,胶就没有这个功能了 但它亦有一个叫做银性,你中了下去它会逼迫 如果你正常是一个木柄,纯木的,中完之后 应该是浸下水,你一个新的草斗回来 然后浸下水,起码浸两三米,一个新的草斗 好了,就算是整齿了,用开的草斗 应该在开工前,在开工前,草斗应该检查是否松 就算是十几也好,浸下水,浸下几个字 说真的,开工前也要收拾工具 一手第一时间拿了草斗出来浸水,然后搬其他东西 你搬得其他东西来,那草斗也浸好了 这样来说,应该每次开工前,就要浸水 浸完水,好了,你用完了,我现在浸完东西之后 我们应该,签满了,很轻,走到水,洗一下 洗一下水之后,这样放落到水 就不是这样,这样一个洞在一边,放在一边 开工前浸水是肯定脹一点? 是的,逼死一点 逼死一点,这样,它就不会说,你开工前 整个草斗脱出来 开工的时候,草斗动动来动,你怎样躲? 哇,你怎么知道,我在玩吗? 要做事的嘛 那我们来说,交这些就没办法了 交这些就纯粹你靠这样的洞 那如果是木的那些,你其实忠实了 肯忠实了头一次浸几天 以后每次用之前浸浸浸它 这样就会很稳阵的了,它就不会停转的 用完之后,那些工具应该这样浸 草头是在上面,不是向下这样摆 这样摆,你的水份,我刚才说,用完洗一洗它 洗完,始终有水的,抹都抹不干了 那些水在那里吐,它就会突然霉 你发觉草头霉,这里霉,这里霉,这里没有霉 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摆 所以我们如果做一架参架,草头应该这样摆 当然,这个草头霉不要向出 放着它,这样摆,这样摆 这样摆,所有水流 这样摆,稳稳 明镜需要再次进行 就可以摆,几乎 这样摆穿 没什么 都有 怎样摆现